大家好我是阿東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我們最近收到的 2011年出廠 VOLVO S60 T5旗艦版 這個旗艦版一定要特別強調 因為它比豪華版多了ACC主動跟車系統 這一套就非常的值得 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這個應該是全速域 這套系統用了12年 那天我們開了它去台中交一台賓士 沿路表現都非常的正常 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有跟車是不是很棒 在彎中也都OK 現在時速已經低於30了 它都還有在作動 好 新車185萬 里程緊跑6萬多 售價26萬8 大概是新車價的15折而已 一樣2011年的國產車 Altis 10.5代也差不多要20到26萬 這中間看車況 8代喜美跑少一點的十幾萬公里 也都要賣到25到30幾萬 你要看到25萬以下的 可能就是跑20幾萬30萬公里的車 如果我把買Altis跟Civic的錢 拿來買這一台 它豈不是CP值爆幹高 超級划算 畢竟它也是豪華品牌的歐洲進口車 雖然它的二手車價現在很便宜 但你還是要給它一點Respect 你必須要多準備一點錢 來照顧它的餘生 適合它的族群再來買 不適合的族群不要勉強 不然回去會很辛苦 除了車體安全性比較高 它有搭載 City Safety系統 就是類似行人偵測自動煞停 比起同價位的進口車 甚至於同年份的進口車來說 配備真的好非常非常多 Volvo從這個世代開始 外觀線條變得更加的動感 擺脫以往的嚴肅鏈 今天這台這個顏色呢 我想大概也只有Volvo有辦法駕馭 不過內裝的鋪陳呢 就顯得沒有這麼的奢華 全車的座椅除了皮質好 舒適好以外 包覆性也非常的好 雖然它是房車 而且有天窗的情況下 車頂不至於會壓迫 那像我這種身高比較高 上升比較長的車主 也不會視線卡在車頂的這條線 視野也是非常的好 後座的表現就沒有這麼優越了 除了上下車比較辛苦以外 它的腿部空間不夠 車頂因為天窗的關係也比較壓迫 但是它的座椅設定得很好 椅墊的部分有做一個角度翹起來 椅背的部分也比較躺 所以做躺圖來說肯定很舒適 後座冷氣出風口是設計在兩邊的B路上 這樣子才吹得到人啊 設定在中間衝上 是不是 這台T5搭載的是四缸缸內直噴渦輪引擎 240匹32公斤米的扭力 搭配的是六速雙離合自首排變速箱 老樣子 我們等一下也來測一下 50到110的加速表現 車重也是一樣1600公斤 不愧是坦克啊 真的是有夠重的 我很好奇它如果跟森林人比起來的話 差了3公斤扭力 4輪傳動 以及一個休旅車 一個是轎車 它們的秒數會差多少 這個雙離合變速箱 能不能夠幫它一把 騎士車台車的靜態隔音呢 真的非常的棒 但是它的動態隔音呢 我覺得輪拱如果可以加強一下的話會更好 那在我們去測試50到110的加速之前呢 我們先來去買一下苗栗市知名的雞排 蛤?吃雞排? 不是啦 因為渦輪車你要開到它油熱來測才會比較準 如果說我們今天油溫還沒有上來 我們就硬踩 第一個傷車以外 測出來的時間也不一定準確 那這台車你在市區開的時候 避震器呢雖然有支撐 但是又不會讓你有彈跳感 甚至於可能硬到有沒有 過個坑洞好像摔在地上那種感覺 其實還蠻適合比較熱血的人開 因為這個開起來的感覺真的很棒 是的 直接買兩片好不好 有夠燙的啦 覺得自己很慚愧 會知道這一間雞排呢 是因為前幾天我看了Cruz Dream 環島吃雞排的影片才知道的 身為一個想要生耕苗栗的人來說 撈開 沒關係 給我個幾年好不好 我來選苗栗國的總統 哈哈哈哈 脆皮爆汁雞排 確實是有爆汁 吃起來感覺是新鮮的雞肉 即便這麼厚 吃起來也不會說 很乾很柴這樣 它的調味我覺得比較適中 我其實還有去另外一家 在那個 中和大潤發那邊有一間很有名的 它那個雞排本身很好吃 可是它的蜜汁醬料 鹹到讓我吃不下去 它的起司口味呢 其實就是 脆皮爆汁雞排上面撒上起司粉 雞排我也算是吃過蠻多家的 包含什麼天使 惡魔流氓啊 什麼都吃過了 這家我覺得 不負它這個996折的評價 如果你們有來苗栗的話呢 可以叫過來朝聖一下 車價這麼便宜 是不是有發生過什麼事故 這台車呢 全車原版件 不用擔心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一台車的二手車價好不好 往往往跟它的妥善率比較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 這個T5 2.0 T1有點被連累到啦 因為我認為它是40 60車系當中 相對好照顧的一個版本 Vovo這個世代的車款有很多東西跟福特有關係 我現在講的是不分40跟60你都要小心它的ABS 福特的Focus也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有可能是感應線 那也有可能是作動電腦 這個就看個人運氣啦 第二個就是它的渦輪機 有一些案例是差不多在十幾萬公里的時候 車子突然後面出白煙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支Focus 1.0 T的影片 應該就有看到 因為我這台車的里程數很低 加上前車主是我們店長的好朋友 他就是一般代步用 所以沒有二超 保養的部分也都很正常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那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小改款1.5T的 他在16萬公里的時候就遇到噴白煙 那如果是D4的版本呢 除了我們上次阿濤分享的那台 D4的渦輪機掛掉以外 你還要小心它的DPF 既然講到它跟福特有關係 變速箱 如果你要買這個世代的40、60 我會建議你直接買2.0T的版本 那1.6T呢 如果有的最低級程數3萬多5萬多公里 離合器就打滑了 起步還是再加速 你就是會感覺到車子會有 摔摔摔摔摔摔摔 這種感覺 就是我們俗稱的騎背 我想應該就是早期DCT變速箱 設計的問題啦 那你說這個車值不值得投資 我覺得如果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你本身就是適合買Altis Civic 比較擔心後勤的人 你就不要考慮它 我用很便宜的錢 買到了一台安全性高 性能優越 配備豐富的Volvo 但是我會先準備好錢 來應付它之後可能遇到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是正確的 有樂趣的車不免俗的 一定要來山上走一走 對不對 我覺得這台車比較可惜的是 它沒有檔位快播 所以變成完全要靠這台車變速箱的邏輯 目前開起來這台車很聽話 滿流暢的 以前我都覺得Volvo的車不太會轉彎 那開這台 那時候這台車出來之後我有開它 我就覺得 真的比以前好非常非常多 當然啦 就是如果你要再更上一層樓鬥車的話 那你可能在底盤上面要下一點功夫啦 我去年的時候有去跑力寶 有一台V60 好像是350p還是400p吧 然後輪胎是用CRS 這麼重的情況下 它還可以做出2.05的成績 不錯 100分 以一台原廠的房車 然後車重這麼重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台車開起來是滿爽的 當然啦 剛剛有一個比較深的狗腿彎 你會覺得它到後段的時候 側向的支撐力好像安全感沒有那麼夠 當然也是一部分我可能還跟它沒有很熟啦 後輪有一點點不安定 我要輪胎用的也是一般接胎而已啦 不錯啦 你用26萬8 買到一台狀況這麼好 而且可以玩的車 後續還有一點改裝潛力 我覺得是值得的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有戲劇的朋友歡迎跟平安汽車商行聯絡 我認為這是一台開得到安全CP值很高的進口車 只是前提是你的心理建設要做好 還好啦我們這個里程速這麼低 怕什麼對不對 下次見 掰掰 大家好我是阿東 今天要來收購一台 2017年的SUZUKI SWIFT 1.0T 這個里程速比較高一點 跑11萬多 小車好用 安全性高 外型好看 然後1.0T動力也比較強勁 基本上它的保值度跟Honda Fit是相同水準 而且還有一個比Honda Fit更強的地方 就是它的周轉期很短 只要車況好 跑少 價格不要開得太誇張 基本上都是秒殺 這位是我們的車主William 你下一台換什麼車 CRV6代 對我買S 中間那個人 VTIS那個配備 有點陽春 PE 他沒有PE 對 對不對 好像也沒有那些 電動門 也沒有 那你覺得最關鍵的點是在差在哪裡 什麼盲點啊 對沒有盲點 你不覺得現在車很扯嗎 我覺得沒有盲點有點 我都買破百萬的沒有盲點 有點偷配備的感覺 朋友有人開5.5代 然後他覺得蠻 就是空間大 主要是空間大 好開耐用沒毛病空間大 然後因為我在錄影 然後然後我現在有小朋友 我推車他是可以直接讓我 直直的立上去 完全不用 不用平坦也不用橫坦 關鍵是這樣子 6代又比5代更長 長了大概5公分左右 後行李箱空間好像有在半大一點 爆感大 對 基本上 就是比我去試的其他同級距的車 再大一些 高度也夠 高度也夠 中文是這種 4米7的車 其實在國外都可以直接變5加2 對啦 他在大陸好像有7人做的版本 容易喔 現在交騎會很長嗎 我覺得好像不會 因為我去問 他說P版的 就是最高階那一版 他說大概2個月 然後S版的 好像定的人數比較少 所以他說一個月左右可以交 好不好養 我覺得很好養 我幾乎沒花任何錢 就只有包養的錢 有遇到什麼意外的開銷嗎 我有那個 但是是保固內 他有換過那個方向機 好像方向機有異音吧 好像是第一批 我這是第一批出產的 然後方向機我開3個月就用 嗯嗯嗯嗯的聲音 三缸抖動的問題 我個人是可以接受 我覺得還好 雖然有比一般的四缸車抖一些些 我覺得很有 記憶點就是說 差不多幾萬公里開始變得很明顯 我沒有很 因為我每天開 所以我可能沒有什麼 麻咪 對就是慢慢明顯 我們不會有太多的感受 好 恭喜夾心者 恭喜夾心者 沒有還沒交 快交而已 剛剛開場呢 忘了說 觀眾的車必須買 很感謝這位觀眾 其實他蠻好講話的 像這種時尚小車啊 你可以有很多種五顏六色都沒關係 但是最怕的就是像這種銀色灰色 尤其他的這個銀呢 是有一點點淺灰 那其實真的很吃虧 一般消費者來看車的時候 最大最大 問的問題就是 啊怎麼這麼懂 三缸車嘛 那車主呢 也有去問這個東西的材料錢 8500 不安公 也不知道我的需求達到多少錢 我還沒去問 不過這一次出保 應該就可以看到他多少錢 也要他肯出保給我 哈哈哈哈哈